欢迎收看财经关键字 我是杨恒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9号 在沙乌地阿拉伯的首都利亚德 举办的第八届未来投资产议会议上 他是发表了谈话 他预言世界到了2040年 至少会有100亿台人型机器人 2040年人型机器人的数量 可能还会超越人类人口 每台人型机器人的售价 会落在2万至2.5万美元之间 与此同时 马斯克也在会议上再次警告AI的危险性 表示AI有10%到20%的可能性会变坏 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汽车巨头丰田与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宣布 将共同投资5000亿日元 元1065亿台币 用于开发能有效预测事故的AI自驾软体 预议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 并计划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开放共用 两大产业巨头之所以合作 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自驾领域的技术实力 并跟以特斯拉和中国电动车厂为主的市场竞争者一较高下 接下来带您看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部公司TMTG股价近期大幅上涨 29号股价波动剧烈 甚至速度暂停交易 显示外界对川普再度胜选入主白宫的信心大增 目前该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 超越了马斯克的X公司 也超过玩具制作商海之宝 美国饭店和赌场娱乐公司凯撒娱乐 在线约会服务公司Match Group等知名公司 自9月底以来股价已经是翻了4倍多 而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路透社与伊普索也公布了选前7天的最新民调 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以44%的支持度 小胜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43% 但数值仍在误差范围内 两人的支持度可以说是不分上下 最终七个摇摆州将成为胜负的关键 而贺锦丽最新则是在2021年的国会暴乱七十地点 为此次大选活动截变演说 强调要翻过前总统川普的动荡行业 和锦丽劫变演说就办在白宫前 台下放眼望去满满都是支持者 根据民主党统计有超过七万五千人参加 比预期还多出将近一倍 声势相当浩大 但没想到拜登原本想帮贺锦丽 却又挨批失言 有失总统风度 垃圾说争议持续延烧 共和党波多黎各分部主席气得马上撤销 对川普的支持 就怕关键拉丁裔选情受到影响 川普不仅火速化新界线 还喊爱波多黎各试图直写 但搭档犯思的回应似乎又烂起怒火 要大家幽默点选民不买单 最新在摇摆州宾州 甚至有群众发起抗议活动 上街拉国旗 要共和党道歉 记者庄星联黄一豪综合报道 答应最后带您关心 面对美国总统大选和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 以及对联准会FED降息的预期 投资人避险需求持续升温 帮助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亚洲黄金现货价格30号 一度触及2779.86美元 而美元的汇价走弱 也彰显了金价的投资吸引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关键字 我是杨恒 我们下次见